这是塑料袋的声音 还是我啃出饼了 饼 是饼的声音 夸当的词 又冷又热 是烧饼加菜是吧 烧饼加菜是吧 锅盔 烧热锅盔 这是锅盔 锅盔 锅盔 东北名吃 锅盔 东北名吃 锅盔 东北名吃 锅盔 锅盔 您说错了吗大哥 您忽悠我 其实今天要打探的是一家买锅盔的小店 看着就像咱们的烧饼加菜 但名字却叫锅盔 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是干嘛用的 就是馅拌的 拌好放在小炒里面 然后往饼里边夹 哦 这个是每个饼是一个小炒 对 怪精巧呢 看着是吧 这里面都可以加什么呀 这个 猪头肉 耳片 牛肉肘子肥肠 肉的就是这五种 肉是五种 然后就是拌凉粉 三丝 就是这个三丝 这些是凉的 刮了凉粉也是凉的 对 然后热的话是 煎焦肥肠 煎焦肥肠 饼也是热 对 先烤的 哦 等于说这一冷一热 咱找到了是吧 还有一个 我问导演说它是个比较复杂的 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复杂的工艺 口感 口感 饼是酥脆的 哦 饼是酥脆的 对 要吃 捏一下 哎 看冒着热气的感觉是吧 它皮是那种焦脆的感觉 它跟我们说那种酥还不一样 它是用的是老式发酵 它这个放到上面是在定型嘛 定完形之后 然后放下面之后 它不会遇到热之后 它会膨胀 从中间的这个层次里面 它会膨胀你 所以这个饼子就是红身的 我看咱家这个小碗的料挺多的 料就是咱们家庭里面常用的一些个料 芝麻 糖 盐 醋 还有酱油 蒜 辣椒这些个 有没有不常见的 不常见的就是这个蜜汁酱料的一个 像辣椒油 对 这个就是红油 四川的红油 香味感觉来说富足一点 对 咱家卖的哪个是比较好的 像女生点的耳片比较多 还有牛腱 那一般喜欢吃香的话 就是猪头肉或者肿或者肥肠 肥肠 你说这些都挺香的是吧 对 看来从饼到馅 这传味锅馈 跟咱们河南的烧饼家菜 还真是完全不一样 打锅馈的面用的是老教头发酵 鲜烙定型再放进炉子里 烤到中空外酥的时候 趁热将调好的馅料灌进去 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加调凉分 经营剔透的凉分 在十几种配料的加持下 变得格外诱人 肉食爱好者可以选择猪头肉 耳丝肘子或者牛肉 口味更重的话 还可以试试这热腾腾的青椒肥肠 热烧饼加热肥肠 而且是属于那种现炒的尖椒肥肠 这是塑脑袋的声音还是我啃出饼了 饼饼饼饼饼饼变 是饼的声音吗 进嘴里是那种焦脆的 它不是酥是焦脆的 就像我那种咬着那种蜻蜓的翅膀 蜻蜓翅膀 就薄出铲意 你知道吗 来来来来肥肠吧 来进入正题了 我饺子原先都是大肠香 肥肠就是筋筋的 里面是明显能感觉到 它的肥肠是比较厚实那种 就里面带着油脂的那种 厚味还带点辣味 关键是还没有什么一些脏气味 当多亏的这碎了渣 和这个里面这个尖椒的香 再加上肥肠的韧劲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是美妙的化学玩意 还是那个冷热 这是冷热的 那我明显觉得这个就不香了 口味上有点像 里面刷点那种油泼辣子的感觉 然后凉份的口感会比较韧一点 平日热的心是凉的 就反复一个失恋的男士 张透了心的那种感觉 张透了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应该特别适合就在夏天 就特别炎热的时候 给了你一丝清房 就挺清醒的这块 猪耳朵 猪耳朵哈 嗯 这个香这个香这个香 跟大肠有的一拼 耳丝是那种凉拌的口 加上热烧饼 它会本身有那个热馅 把这个肉再熏一下 它里面其实 没有过多的这种调料味 能感受到这个肉本身的口感 它的红油不算是很香 但是这个红油跟耳丝拌在一起的话 它会提升本身耳丝的这个味道 增加了一点油香的味道 当时呢 不会让你觉得很腻 第二个是 辣一点的话 咱们也解了一些腻 我觉得这个饼里面加耳丝 更适合大众 就是你第一次尝试 穿过了锅盔 这个应该是 比较受大家喜欢的那种类型 当热腾腾的锅盔 与心嫩滑爽的凉份碰撞 就形成了导演口中 又冷又热 又脆又软的口感 想尝鲜的话 您可以试试 不过我们还是更推荐 夹肉的锅盔 锅盔本亏是薄脆干香 里面的馅又麻辣够味 还有清新爽脆的笋丝加持 无论口感还是口味 吃起来都更有满足感 肥肠爱好者 一定要试试尖椒肥肠过亏 油热软糯的肥肠 就突出一个箱子 也是非常的过瘾